3 2 1 哇 一頭大拳法 韓國瑜大變身 看起來很滿意 接著再換上他最熟悉的 麥菜狼斗粒 Cosplay玩上癮的他 還曾扮成神奇寶貝 裡面的主角小智 創意無極限 接下來高雄登會 韓國瑜還可能扮成他 PID部隊戲裡的主要人物 一夜書與蘇環珍 同為正道兩大支柱 現在兩位霹靂要角 將獻身高雄 其中一夜書的扮演者 可能就是高雄市長韓國瑜 不只扮成布袋戲裡的人物 還要一起搭輕軌 韓市長豁出去 不過他與一夜書 這個角色在個性上 也有共同點 胸懷無私 正氣凜然 是正道精神的指標 及領導之一 一夜書的頭型 跟市場是比較像 但是因為一夜書呢 是王金平院長的最愛 我們也不太敢略美 不過因為前立法院長 王金平曾以一夜書的台詞 比喻自己的心境 韓國瑜為登會宣傳 親自聊了 雖然一夜書的造型 跟個性和自己比較搭 但就怕模糊焦點 所以角色還是得等到最後確定 才會正式揭曉 記者林正彥潘影文 高雄報導 視聴 請教師 請教師 好